要平等級的純度,這個醫美科技也太厲害了吧 比我以前用過的精華液還要濃稠耶,但它吸收何快? 想要有效保濕,維他命B5是關鍵成分之一 A高醫師,我很常收到私訊問我自己的化妝品 但其實像我自己,我是敏感肌 我每次在保養完可能只有當下有感而已 但是那個保濕度不會一直維持很久 所以我想要來請教一下醫生 該如何挑選真正保濕有感的產品,或是有沒有科技的成分呢? 我很推薦維他命B5這個成分 因為它是很重要的保濕成分,它可以從十字標誌 醫生裡面的保水度,改善你剛剛兩個缺水的情形 對了,因為我們最近收到這個文藝酒的韓國保濕神器 所以我想要請醫生幫我看一下上面這兩句話是什麼意思 其實它上面主要就把它兩個最重要的保濕成分寫出來 一個是95%高醇度的玻尿酸 那還有一個是98%高醇度的維他命B5,就好像講維他命B5 那比較特別的是,它的維他命B5它強調是醫藥等級 也就是說它安全到可以拿來製作藥水的問題 所以這樣子的保濕品它在使用在一些醫美術後 酸漏劑,如何印象原理感激都非常多適 而且啊,我聽說它是5000家以上的診所在用的韓國藝品品牌 每6秒就可以賣出藝品 我之前聽到的時候其實還蠻好奇它真的有這麼厲害嗎 那我們過來做個實驗,讓我們去講話 來測測看是不是維他命B5這麼有保濕的利益 好,那我們現在就用這個肌膚檢測 你幫你參考看看你的皮膚的保濕 36%而已喔,有點低喔 哇,真的很低耶 所以啊,我們這一皮保濕它除了維他命B5之外 它還有一個它的專利叫做超到保濕 它是利用接近我們肌膚成份的一層膜 把剛剛講的維他命B5的高濃度、高粗度的保濕盒子包在這個裡面 讓我們皮膚更好吸收 你可以看一下顯示的進化 那個藍色的就是幫我講的超到保濕盒子 哇,我第一次聽到有人把醫美的技術用在保濕精華液裡面 所以維他命B5加上超到保濕盒的話 它可以幫助你的皮膚補水還有除水 讓你的皮膚吸水液非常好 所以你就可以改善那些乾燥、除草的情形 讓皮膚變更透亮 同時呢,因為束後修復會更好 好,那我現在就直接用右手來試試看 因為剛剛檢測出來就是我的保濕度有點低 所以我現在就要來試一下使用後喝保濕的問題當呢 其實算是我用過的精華液裡面 質地算比較濃稠一點耶 可是它的保濕跟吸收力其實又算很快 很神奇耶 真的有一種很純粹的保濕感 我喜歡那種清透的感覺 好,我現在已經讓它吸收了,真的很快 好,我們再來測試一下 你讓我們再來測試一下 哇,真的有提升耶 有提升到47%喔 其實我現在的我的肌膚真的是超級水嫩又光滑的 所以只要有了這一瓶 你自己在家就可以隨時來一場保養頭髮 而且它的效果就跟英美本集的療程一樣耶 其實啊,我們不論有沒有做一杯料 這個保濕都是非常重要的 你做好了保濕 對任何膚質或是任何的療程來說 後續的保養 不論是舒緩或是美白才會有更好的效果 哇,那這一瓶逼我圍倒玻尿酸幾發 我一定要認真的使用它 靠它來提升我後續的保養方向 看看你們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